獅子都吃肉 為什麼我們不行呢? 沒錯 獅子會吃別的動物 但如果我們只選擇某些想模仿的行為來模仿 會不會有點不公平呢? 如果因為獅子做一件事 所以我們做同樣的事都應該合理的話 這個邏輯應該適用於獅子的別的行為 例如獅子群落中的紅性手令 會殺死不是屬於自己骨肉的幼獅 又或者紅性獅子會聞牽性獅子的生殖器或者尿液 去判斷牠是否處於法情期 當然人類是不會亦都不應該這樣做 那你還會不會認為獅子都吃肉 是一個可以充分支持人類都應該吃肉的理由呢? 非人類動物各有牠們的獨特之處 但我們是否應該把我們的道德標準 建立在牠們身上呢? 你會不會跟反對強姦的人說 其他動物有時會在未有共識之下強行進行性行為 那為什麼我們又不行呢? 你會不會跟反對弱儀的人說 其他動物有時會領他們小朋友的肛門 為什麼我們不行呢? 你會不會跟反對公眾行為不檢的人說 其他動物譬如狗仔會在街上大小異變 那為什麼我們不行呢? 不會的嘛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對人類和非人類動物的道德要求是有分別的 人類一樣東西叫moral agency 道德能動性 即是說我們懂得分辨對錯 所以我們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況且在野外的獅子是需要吃動物來生存 但如果你現在是用電腦電話 平板電腦去看這個影片的話 那你在身處的地方很大機會是可以買到水果 蔬菜 菊類 豆類 堅果 也就是說你不需要動物製品都可以生存 所以不像獅子 因為我們沒有需要使用和製造動物製品 所以我們沒有合理理由去剝削虐待和殺死非人類動物